一分钟带你了解本集精彩内容 日本县兵队已封锁前家一带 再度展开地毯式搜捕 于显阳杀出重围 并在骆驼弹的相助下顺利脱身 于显阳因击毙了一个仇家而心情大悦 大批鬼子在小秋和杜鞭的亲自率领下倾巢而出 而刀会的援救队伍 也随着大先生的一声令下迅速出动 并由郭建功坐镇指挥 你还上后前线 本来当时我们要去上海的 可是没想到 鬼子来得太快 一下子打到家门口 再将生我娘她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我叫于显阳 原来是于大哥 我姓钱 叫钱蔓媛 钱姑娘 那我先走了 你在家好好养生 千万别乱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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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叔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都穿得这么精神 当然了 今天有贵客套 要看到咱们刀会的体面 贵客 哪里来的贵客 小姑娘家家的问那么多干什么 不说算 我去问师父 最好别进去 但是那摔盆子爪碗 不要去处美兜 润官 你怎么在这里 阿妮 是我 师父 我今早要去办一点重要事情 你就自己一个人练功吧 是 师父 我 你怎么还没走 你回去告诉你爹 我没有他这个兄弟 我爹他 滚 你怎么得罪我师父了 还不是因为我爹 这两天日本人找上门了 说要来个什么司令 明天到苏州 让我爹带这群人到车站迎接 你也晓得 我爹他虽然是会长 可手底下那些人谁听他的 还不是大先生说了算 鬼子来我们这里杀人放火 我们还得效力迎接他 做梦去吧 阿元 有句俗话说得好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房子是我们自己的 凭什么要低头 阿元 说得好 老娘就 这是我的外甥女 在这里跟大先生学说书 先生好 阿元 你爹的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吧 好什么 整天就知道喝酒 这可不行 他是靠手干活的 这样喝下去的话 这手不稳 可不是吗 你得帮我好好劝劝他 行 等我忙完手里的事 我跟你回去 好好说说他 子先生 请 好 请 老娘舅 我还有话没讲完呢 娘舅有要紧的事情 忙完了以后 有什么话等一下再讲 我这也是要紧的事情 好 大哥 客人到 大哥 你看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曾先生 见过大先生 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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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大先生请守祖堂 请 请 大先生 明正姑苏 在下少来拜望 今日呢 特来给您请安 杜先生 我知道大先生和杜先生啊 交情颇深 所以 特意去到上海 请杜先生 首书一封 代为引荐 还望大先生您能 高抬龙袖 定力相助 好说 好说 有杜先生的情面 有郭掌柜的人面 我一定全力 帮曾先生把这个场面做起来 大先生 您一搏云天 我带壁东先行谢过 阿四 上茶 上茶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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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元 你怎么了 我想请教 曾先生此番前来 像做奶门子生一样 你们都下去吧 不瞒大先生 兄弟此次前来苏州 是为了要除掉一个人 家门不幸 出了一个吃里爬外的内鬼 想和日本人在南京 新开一个码头 如果他和日本人 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话 那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将会成为第二个满洲 在座的队 在座的各位也将会备受日本人的奴役 这次的行动有一个专门的代号 叫寒山令 是为做亲自下达的必杀令 阿元 我得讲了 这两天请爹敲老旧 说一下我们俩的婚事 婚事 鬼子都占了苏州了 你爹还有这个心思 鬼子占了苏州了 我们俩就不能成亲了吗 再说了 你娘也不在了 你和你爹过得也不容易 不如我们俩早点把这个事情给办了 以后相互有个照应 我爹靠手艺吃饭 用不着别人照应 还有回去告诉你爹 别再想这些事情了 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抱鬼子的大腿吧 你 阿元 我小的 你和大先生都恨日本人 也看不惯我爹的作派 可我爹是我爹 我是我 你不要把我们俩混为一谈好不好 好了好了 我今天不想听你讲这些 等一下我还找老娘就有事情了 阿元 阿元 你听我好好跟你讲好不好 吴润官 我不想听你讲这些了 你走吧 根据可靠的情报 这个汉奸和日本人要在苏州举行秘密的会谈 这次我之所以匆匆的赶过来 是因为日军的司令官松井明天就到 所以大先生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去给松井接战 去给松井接战 大先生 事关机密 书在下不便多言 还望大先生您能够海涵 我 无妨无妨 曾先生 松井来苏州 这火车站势必戒备森严 恐怕我们很难混进去啊 这一层 我也清楚 但是事关紧要 大先生 别无选择 曾先生 我 我有一个老兄弟 叫吴炳荣 他挂着苏州商会会长的头衔 他怕是受日本人的胁迫 今天 就想让我组织一帮商人到车站去迎接这个日本司令官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松井 他自己不敢来 他让他的儿子来 这是一件好事啊 这是个好机会啊 是啊 但是我把他骂回去了 大哥 这次是事关重大 恐怕 得委屈你 把这件事情给应成下来 但是 我已经 大先生 事关国家 还是委屈您老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答应下来 我 不愿意 不愿意 我 不愿意 他 不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搜查 昨晚不是刚搜查过吗 怎么又搜查一次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下次了 滚 不要在这里摆台了 走 惹死你 没见过 没见过 别乱动 这是我老娘救给的 她说那个叫手榴弹 下边有根绳子 万一有鬼子欺负我 我就把绳子一拉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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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咋回 咋回 我们点拆 快 快 你 咋回 快点 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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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発射 你走开 你走开 大哥 曾先生 你们先坐 我去看看 老娘舅 不好了 怎么了 阿元 你慢慢 阿元 不好了 鬼子又去你家那边打搜捕了 糟了 真吓糟了 阿元 来 别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家里还藏着个大活人呢 大活人 谁啊 我想 我想他就是那个一枝梅 一枝梅 我先回去看看 是 どっち呢 这边 我的 爹 二元 你没事吧 不说了 快走 走走走 走 manchmal 走 40 马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报告队长阁线 我们不熟悉附近的路况 那个凶手他 他又逃走了 什么 混蛋 你这个废物 是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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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麻烦问一下 这个钱曼元 钱姑娘在不在里面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麻烦你帮我叫他一下行吗 我看你眼神得很 你是做什么的 你就跟他说 有个远房亲戚找他 远房亲戚 好吧 等着 余大哥 阿远 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对不住 你家让我给毁了 这不怪你 这件事情要算到鬼子头上 你人没事就好了 按说我得陪你 可我这婚人上下就剩这杆枪 还支点钱 但是我得用那大鬼子 所以我就 讲些什么呀 现在鬼子正到处抓你 你还是赶紧躲起来吧 钱姑娘大安不宴席 阿远 阿远 你家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你不用担心 有大先生呢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要不这样吧 你跟你爹去我家躲一躲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你爹抱鬼子大腿做事情 早晚会遭人骂的 我不会去你家 阿远 小鬼子正四处找你们的 这照相馆是绝对不能回去了 你姐就留下这么点产业 到头来还是给败光了 你呀 要是不把那个祸害 给领到家里来 我们能轮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爹 你怎么说人家是祸害呢 它是一枝梅 专杀小鬼子 杀杀杀 你也不能领到家里来杀呀 这倒好 把家都给杀没了 前兄前兄 你先消消气 现在啊 当务之急 是把你们父女俩 找个地方安身下来 我这边呢 有几间空房间 要不你们先住下来 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了 我们再想想办法 不必麻烦大先生了 我在韩山寺那边 还有一间作坊 虽然破旧 但是收拾收拾 还能够助人 韩山寺 那么远啊 每天听着和尚念经 闷都闷死了 阿元 我现在是管不了你了 你自己爱去哪里 就去哪里吧 爹 爹 你这是干什么呀 老娘舅 你看我爹 阿元啊 这段时间 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 你爹的心情自然不好 我们要顺着他一些 你说是吧 依我看呢 你不如啊 也跟你爹去韩山寺 住一段时间 等这阵风过去以后 我再想办法 把你们接回来 你看行吗 那还不赶快去追你爹 大先生 你这个姐姐去了之后 你姐夫就像变了个人 这心上透了 人是会变的 是啊 大先生 给曾楚男安排的房间 安排好了吧 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走吧 哎 进 曾先生请 好 对 尝尝 闹钟取经 闹钟取经 那是从前的事了 是啊 想当出自外面的街道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自从小鬼子来了 人影都没了 搞得像死城一样 日本人那把火 足足少了三天三夜 可怜千古城闻 烧成了灰烬 今年的雨水比忘年多呀 快 Pen 我们散开 我们不在的火 冰箱 是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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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给你打了馄饨 趁热吃吧 小兄弟 最后大哥 今晚馄饨喝不了 不是 我想问问你 你知道那帮人是干什么的吗 你们商会的人怎么还不来 就快到了 那帮没暖气的 所以早去什么火车站 去接什么日本司令官 大哥 这天气这么冷 吃碗馄饨碗 五个子一碗 八个子两碗 十二个子三碗 送个卤袋 怎么样 走一碗吧 水都开了 算了 就这么多吧 够了 够了 小兄弟 广星照相馆你熟吗 熟 二元家 听说他们家出事了 前两天被鬼子疯了 讲他窝藏罪犯 那他人没事吧 我也不晓得 这两三天都没看到他了 你怎么能能安怨他 我在他们家照顾相 照顾相 我看你这样子不像是照顾相的 大哥 你是一只梅吧 你说什么 一只梅啊 钻撒鬼子的 一只梅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活动猪好了没有 曾先生 事情有些变故 怎么了 我老大 本来讲好一通去责战的 可现在他反悔了 反悔了 老大 曾先生来了 谁来都不管用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我不去 老大 不至于吧 不就是去露个脸吗 想让老子当汉奸 门都没有 汉奸是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秦桧 秦桧死了多少年了 都快一千年了 我们苏州人还不可以放过他 还要放在油锅里炸炸 老大 你都答应人家了 是 老子是答应了 所以我后悔了 后悔的肠子都毁清了 我看你这个样子 有八分像 这竹筒 这下八分变十足了 我给你多加馄饨 要饶什么呢 郭总监 你来的真好 赶快劝劝我大哥吧 大哥又耍小孩子脾气了 我这次去火车站 是为了和我们的情报员接头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 绝对耽误不得 稍晚无躁 我去跟他谈谈 大哥 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今早不舒服 改日 改日 大哥 你身体不舒服看医生了吗 你看 我本来是想跟你商量这枪的事 你既然身体不舒服 那你就歇着 我们改日再说 不要走 你叫什么 事情有眉目了 不 香的事还是改日再说 你先歇着 你坐 请假 大哥 不瞒你说 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求爷爷告奶奶 总算是搭上了德国的这条鞋 人家松口可以在上海面谈 好 上海我熟悉的人多了 没问题 那可不一定 这帮德国佬 那个个鼻孔朝上 他很累 我怕到时候 你老人家受不了这个委屈 再把这个生意给弹砸了 你多虑了 老爹 这是什么事情 抗日救国大事 我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 算不了什么 真的 真的 那 那 那 曾楚南 人家干的也是抗日救国的大事啊 那你怎么一点委屈都受不了啊 这个 行了 行了大哥 我跟你说吧 我每次来你这里 我在门口都会抬头望一眼 你亲手解架的那副对联 苦心人 天不负 卧心肠胆 三千月甲可吞吾 这是什么气概 这不是凡人的气概啊 大哥 现在是国难当头啊 在这个要紧的时候 我们怎么就不能学学古人忍一时之耻 意图光复之日呢 阿迪 你不要假了 我心里都有素了 那笔墙我要 大哥 总共就不到二十把墙 我都给了你了 那我那武功队怎么办 顶多 啊 阿斯啊 来了 大哥 还等什么呀 走 佩服 佩服 干什么去 别忘了 你欠我十把茅塞 茅塞 我们也把它叫做快慢机 别装上 小事一装 去 来 请 小兄弟 活着站怎么走 我知道了 我带你去啊 你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 你是不是一直没啊 你是不是一直没啊 光好自己的嘴别给自己添麻烦 上大路 我右拐 一直走啊 都别军 你就在这里跟我一起迎接司令官吧 是 叶天军 你负责请进 是 客长阁下 我很久没见过司令官了 是吗 不过 都边局 你曾亲身跟随司令官攻占南京 比我幸运的多 能跟随司令官阁下为帝国征战 是我无限荣耀 又喜 曾经身为司令官的学生 我也感到无比荣耀 客长阁下 这位就是苏州商会会长吴秉荣 太紧 吴会长 辛苦你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万赫轩万老板 万赫轩万老板 苏州刀会的老大 就要就要 不敢当 这位是我们商会的副会长 在下 楚南征 为了日中亲善 我在苏州商会特意备下了晚宴 宴请司令官和慰问团 敬请光临 好 很荣幸 能跟楚会长共进晚餐 在这里 我代表苏州县兵队 向大家表示 成为新的感谢 你老跟着我干吗 我 我怕你走错路吗 从县兵队到这里有几条路 这一条路 怎么走 也这走 我走错了吗 我警告你 再跟着我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这是枪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大哥 你误会我了 里面全是鬼子 你拿着枪进去不安全 万一鬼子发现麻烦可就大了 我 我是来帮你的 你把枪藏在我那个骆驼大里面比较安全 这样鬼子就看不到了 真的 大哥 你相信我了 我是来帮你的 真的来帮你的 把枪给我 你看这样一放不就好了吗 正好用来敲出杠 你看打合一放 天一无缝 鬼子也发现 兄弟 这是完命的活 我不能让你背着 对不住了 你什么地干活 干什么的 大哥 你行不行 走开 走开 好吃 不只可惜了 吃一碗想两碗 看 来一碗 走开 好吃 走开 演奏 始终 他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丘科长 这里情况怎么样 你放心 苏周辰勾入警探 拜托了 司令官 这边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司令官 苏周辰勾入警探 小丘科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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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周辰勾入警探 小丘 Every stranger 小丘科长 薄到警探 小羽 小羽 你快去看看我 走 快 去 我的妹妹 我一大 最大的後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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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者 人不可以怪洞 快死了 快死了 喂 死我 怎么哪里都有你 我带你走小路安全 鬼子找不到的 走啊 快走 솔子 滴 寗子 被 誰 对不起 在 实体火化 找个机会送回青都西密斯 是 从现在开始 还给所有成本 险兵队 治安队 全部出动 就是把苏州给我翻个抵朝天 也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是 我马上行动 这边 了不起 不愧是一枝梅 兄弟 你老说这个一枝梅 什么是一枝梅 你就是一枝梅 你还不知道 人人都叫你一枝梅 可聪明了 总你能飞檐走壁 踏虚无痕 往哪里走 前面 走 跟我走 现在起飞 走 快点 走 走 双先生 我知道此事关乎机密 按理数我不该多问 可是眼下大抵当前 我们应该相互信任 精诚合作 我的情报员中强了 你说的是那个日本女人 她是朝鲜人 朝鲜人 郭掌柜 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 并不是我不信任 而是我必须要保证 情报员的安全 我能理解 正所谓身居虎穴 风险非同小隔 更何况 这个情报员 关乎到我们的成败 我的情报员潜伏多年 眼看就可以发挥 极大的作用了 可是这一枪 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曾先生 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着急 虽然他中了枪 但还生死不明 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他的下落 有一个地方 应该能够得到确切的消息 医院 日本人的医院 青阳地 日本医院 我这就去 郭掌柜 拜托了 国小 你们俩八字射权 独立是五人之一的 来 追 太监 作战 入来 进去搜 走 走 快走 兄弟 我想买瓶酒 什么好日子 不瞒你说 我从很远的地方到苏州来 就是来杀两个仇人 今天好不容易让我干掉一个 真的 你真厉害 不瞒你说 我口袋里没钱了 能不能借我一点 借什么借 你等等 我去买 老板 来两瓶横镜烧牌 老板 老板 平时也没有见到你吃老酒 怎么家里有喜事 没错 大喜事 你这还有酱肉 你这鼻子深灵光 我跟你讲 这个 你先不要讲 陆搞戒 一文就是陆搞戒 老板 给你钱 好好好 相对 站住 这里不让进 太军 我是给火房送菜的干活 火房 你行不行 走开 干什么 老总 我这不是给火房送菜吗 可你今天来的不巧 黄军的司令官驾到 先杂人等一律免禁 那这菜怎么办 太军 你就通融一下 这人我认识 大大的良民 进去吧 谢谢太军 跟我来吧 来 张宝 张贵的 您怎么来了 今天是不是接了个女的 受了枪伤 没错 是个日本女人 她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危险 这我可不晓得 只听说又是一支枚开的枪 后来她跑了 日本人只发现一支枚 扔起的一副骆驼弹 骆驼弹 不是张贵的 我就没搞明白 日本女人 你打电子干什么 别多问了 快去默军情况 那行 你等我 报告司令官 秦子小姐的伤势并不严重 之所以昏迷不醒 是因为失血过多 我马上安排输血 请司令官放心 请司令官放心 秦子小姐不仅是我们请来的尊贵客人 还是朝相公九雁王派来的心事 所以她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是 被指明白 报告司令官客下 大白银来电 人生费 可不仅是他 可是 should be 大夫说了血就没事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我问这个 不就是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下班 约你出去当当吗 给你买买东西啊 去当当关全街 十家铺都关了九家半 还有什么可当呢 你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跟我交话呢 张会他 什么情况 大听到了 人没事 没事就好 万一情况有变 我怎么联系你啊 书长 找大先生 好 天仲军 你对大本营这封电报 有什么看法 为主以为 由于我军在南京 行为虚控 以致大本营 承受了绝大压力 陆湘也是为了 缓解矛盾 所以 这才主张 把您调回国内的 看了山山远 急于找一头替罪养了 为主以为 我军 与中国方面的会谈 实在必行 越快越好 如果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那司令官阁下的位置 必然宫庄金堂 你立刻给上海领事馆的严谨军打电话 让他给武汉方面施加压力 谈还是不谈必须有个结果 是 卑职马上给严谨发报 还有 苏州的治安状况似乎不如乐观 谈判地点 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 小秋不是被我调过来了 你告诉他 东京不要搞得太大 那几个记者还没有走 否则 又会受人一病 太君发现了这个 对无限电也不可规矩吗 太君有令的 所有的无限电都要裁断那个 线圈 但是这样 我这些 天皇兵兵的声音 没有听到 日本人知道吗 嗯 我这些关系是 日本国的大陆社会 与深深的关系 对啊 很好 只要你们 效忠日本天皇 大日本帝国 不会亏待你们的 哈哈哈哈 还没有别的发现 啊 太君 我们了 好吧 我们走 啊 太君 倒走 倒走 大先生 不好意思啊 多多打敬 多多打敬 啊 哈 哈 哈 黑皮 不要忘了祖宗 嘿嘿嘿 不敢 不敢 那 大先生 我先走了 哈 哈 哈 大哥 坐 啊 朕先生 请 嗯 小鬼子像是疯了 天天这样子的 大先生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个一支美给控制住 否则的话 后患无休 怎么控制 怎么控制 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也好 藏起来也罢 当务之急是要把他找到 与其让他这样有着性子单干 还不如让他加入我们 你看呢 你讲的对 大司 你把老二老三老五都找回来 我们商量一下 好 下得了 爹 来了 这灯 怎么还没人来修啊 这寒山寺里啊 都是念经打坐的和尚 谁会修这个呀 这就是什么 是你 阿远 你干什么呢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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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万一给电脑怎么办 来 阿弥陀佛 长官 你怎么来了 大师说了 这件作坊年久失修 不堪居住 所以请二位施主随小僧搬去东乡房吧 长官 你回去跟大师说 大师的心意在下领了 我们在这里收拾收拾也能住 大师说了 一定要让你们搬去东乡房 那走吧 你先带我去任任地方 好 前姑娘 你们在城里住得好端端的 干嘛非要搬到寒山寺来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一枝梅 一枝梅 你说打鬼子的一枝梅 怎么 你也听说过它 那当然 哎 前姑娘 你认识一枝梅 你闻这个干什么呀 带我看看吧 前姑娘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这个一枝梅 这个一枝梅 会进攻吗 是哪一派的 少林还是武当 长官 大师没教你吗 身为出家人 得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才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前姑娘 小松问这些 是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好汉 这幅蛋子 恐怕有上百间吧 大学 这个东西叫做路透蛋 是卖馄饨用的 只有在我们苏族才用 难道我们有抓的箱上 是个卖馄饨的 大哥 喝酒 大哥 我敬你 余大哥 我能叫你一声大哥吗 不敢当 叫我余显阳吧 那怎么行 你一直没大名鼎鼎 现在可是老百姓心目中的 大鬼子英雄 能叫你大哥 是我骆驼蛋高攀了 来 大哥 我敬你 来 谢礼兄弟 大哥 你是怎么认识阿元的 你赶快进来吧 我姓钱 叫钱曼元 阿元救了我的命 是我连累了他们父女的 大哥 你不要总是在怪自己 虽然讲你连累他们 可好在人也没事 再说了 阿元是大先生的徒弟 他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的 大先生 对 阿元跟大先生全说书 还不到一年 就已经一个人畅担当了 来 来来 我给你们引荐曾先生 武汉来的特派员 自己人 那可是官家之后 做的也是大买卖 毕字号也是刚刚搬过去不久 武汉是大码头 也是中原腹地 得中原者得天下 跟你说话的是老三 是个铁匠 三爷 幸会 好 客气 客气 这是老二 做个郎庄 二爷 幸会 老四你这认识吗 老五 五爷 幸会 曾爷好 请坐 大先生请 有件事情 你们得想办法 把一枝梅给找出来 那个杀鬼子的一枝梅 大哥 你找他做什么 陈先生说了 这家货容易惹是生非 所以把它找出来 关起来 那呢 你要把一枝梅关起来 这杀鬼子还杀错了 那个 诸位 听我说一句 这个一枝梅杀日本人杀的解气 简横 但是有意点 凭他一个人 一条枪 能把鬼子赶回老家吗 显然是不能的 当年 勾建伐吾 出发之前 他曾对众将官说过一番话 他说 吾国强大 胜之不易 我军唯有步调一致 同进同退 方能胜敌 倘若我们的士兵 成匹夫之勇 罔顾军令 那定会必败无疑 可是苏州城讲大不大 讲小不小 要么到哪里去找一灾美 没进来就听到里面热闹 原来这苏州小武艺都到齐了 郭掌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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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怎么样 平安无事 那就好 大哥 你那支枪我可以看一下吧 我拿一下 大哥 这枪真好 我要是有把枪 我也跟大哥一样 去打鬼子当英雄 奏福耶稣 飞檐走壁 来物影去无踪 取鬼子的手机 如叛囊取物 你还真是熟听多了 你还真是熟听多了 卢豆丹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也是盗会的兄弟吧 跑跑腿 小节目 你小子为人仗义 有歹色 以后起码是个当家的 借大哥急眼 大哥 你要是不嫌弃我 拿我当兄弟 以后就拿我家当做你家 来 大哥 我敬你 大先生 你打算怎么找这个一枝煤 这个家伙谁出鬼魔 真不好找 我倒有一个线索 日本人在火车站没抓到一枝煤 却找到了一副骆驼弹 是我骨骆管文 这骆驼弹是 就是连锅代造的馄饨挑子 往那一放就像个骆驼 我们苏职人管它叫骆驼弹 我们顺着这条建筑想一想 这一枝煤 它是怎么搞到这个骆驼弹的 可是 我们到会里哪个兄弟是卖馄饨的 还真有一个 小名就叫骆驼弹 那你搭抵一下他家族的 赶紧去一趟 小子弟 我明天一大早就去 快 别摸他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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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什么呀 快走 快点 快点快点 说你呢 快走 快点快点 快点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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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骆驹 把渡边队长叫进来 是 渡边队长 小修客长有请 走 快上去 好 客长客下 都边队长到了 你们抓了些什么人 都这些小商贩 商贩 这家伙说 只有那样的小商贩 才有这样的担子 说得都没错 不过 你挑一下试试 这个 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是啊 你挑着都吃力 那你抓的老弱病残 能挑得懂吗 非 非点抱歉 是我考虑不中 我马上放人 哎 露子弹 你卖盆卖到这里来了 啊 小三叶 可接算像吗 到哪里摆 不是摆 黑皮 啊 你发现了什么 呃 我太决 我好像认识这这副担子 你确定 我确定 这副担子 挑的那个人叫做骆驼蛋 证明我不晓得的 反正嘛 他就是那个走街串巷 卖魂顿的 真是卖魂顿的 真的 我这是这个小子好几年来 他家里住在哪里 我都晓得的 太好了 我现在就把他抓来 慢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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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一枪毙命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凶手的那把枪上 配了一个瞄准镜 不会吧 装有瞄准镜的狙击枪 可是最嫌弃的武器 没错 这再次证明 凶手是经过了 正规宣战的中国军人 你说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 藏匿在苏州城里 走劫串乡卖馄饨的 我又搞错了 没关系 这说明 那天在火车站 应该有两个人 帮你已过来 什么 不 国家 你买有些 那你知道南京在那个方向吗 在那个方向 北边 那里是我的家 大哥 当心点 大哥 来 爷 丑 我已经报了一半了 你在那边 踏踏实实的 等着另一半的好消息 一个是卖馄饨的 另一个是职业军人 不过他们两个肯定互相认识 黑皮色 你不是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当然晓得了 太君 好 马上盯住卖馄饨的 好 我马上去 等等 千万记住 不要让他发现 太君的意思是按中盯骚 没错 没错 我敢肯定 他们两个人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我也明白了 科长阁下 这一招就叫做引蛇出洞 不 正确的蛇应该叫顺腾摸瓜 黑皮哥 你看 就是那家 都看两只的 黑皮哥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每天再去家 要按照定骚 不要请绝望到 在这里听说 那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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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点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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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你看 那家伙好像是黑皮 就是那个别生 坏了 他们呀 八层子丁造路的弹色 来 阿毛 我们再给他来一个 堂堂不惨 黄雀才好 好 走 兄弟 下来 大哥 你这次要去哪里 我回去取点东西 取完东西我就回来 那行 我跟你一起去 怎么了 外边到处都是鬼子 我们两个人的目标太大了 可我怕你不认识路 我那里好找 在一个小鬼子炸过的冰工厂里头 桃花屋 老羊暴局 清朝的时候就有了 难怪的 你先睡你的 我取完东西就回来 好 大哥 你不会不相信我吧 兄弟 你是我在苏州认识的 第一个朋友 帽子我也要 黑皮革 快看 有人出来了 这个小子 不是骆驼带 搞不好还真的是那个一张美 你们两个去找骆驼带 帮忙之后直接去洗礼队 你跟我走 好 走 走 你干什么 再动一枪打死你 说 刚从这走出去的是不是一直没 这个我也想知道 你不相信我 大哥 小心枪走火 认识我吗 不认识 你个猪头三 你刀毁的四爷都不认识 还想在苏州混 认识 刀毁四爷大命定定了 现在认识了 麻烦就大了 埃毛 去找两个麻袋 把这两个鳖山装起来 扔到山堂河里去 是 四哥 你怎么过来了 我真要问你 刚才从你家出去的是不是一直没 坏了 黑皮盯上他了 ähnlich 有绩狗 黑皮盯上 你听一听 出来 是 一线 都在 都被认识 都被调盈了 尔摩 雷 都被远的 一条 一条 有免 能够 甚至 救命 跟上去吧 太直了 再开救波龙了 好 孙大人 我就这里盯住 你去报告线兵队 好 快去 我只会发生多大人 今天得到破坏狼 好 好 好的 好了 来 我们需要学习 sight 好 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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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来 太军 黑军 什么你干活 我是 我是黑皮队长的手下 我有急事 要禀告渡边太军 走 好 阿云 过来 你怎么来了 你还问我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告诉我 出什么事情了 你怎么来了 日本人说了 你和你爹窝藏罪犯 连家都给疯了 阿云你告诉我 你到底窝藏谁了 一只梅 一只梅 我的天哪 阿云你胆子够大的 别遇到这事躲都躲不及 你倒好还带到家里面来了 我问你 什么叫窝藏罪犯 在日本人眼里他是罪犯 可在我们苏州人眼里 他就是英雄好汉 阿云你别生气 我说理你好 说话急了点 阿云 四叔 阿云 骆驼带 出什么事情了 没时间理解次了 出大事了 阿云 阿云 柯阳阁下 你 你这是 我也想监视监视这个神牵手 走吧 是 是 你们看 这里就是老洋炮局 够了大 你们赶紧拿个族意 大四 你赶紧召集兄弟 把一只妹救出来 小多 稍等一下 大先生 不是我灭自己兄弟的威法 我们召会的兄弟手上 没有过硬的武器 这万一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 肯定会吃大贵 那我们也不能解死不救 大先生 你看 这里呢 只有一条进出的路 如果日本人把口子一封 凶多吉少 这个地方 确实很糟糕 现在的苏州城 是一径不一动 如果我们在苏州城里 把动静闹得太大 但日本人 一旦转移了谈判的地点 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你讲的都对 可是俗话讲 敬人事听天命 这个人事不能不敬 大先生 还是我跑一趟吧 好 郭掌柜 这笔买卖 做不得 曾先生 说到做买卖 你就没有我在行了 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 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 大先生 我不会让我们的兄弟们和日本人硬碰 你们看 我会让兄弟们在老洋炮局的外围侧影 只要一直没他能够冲出来 我们一路保护就可以把他送进秤马坡 你会把他送进秤马坡 对 只要人进了秤马坡 小鬼就没责了 老娘舅 阿云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不管你的事 给我放手 洛洛大 阿云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阿云 去救一枝梅 一枝梅 走走走 阿云 你能不能不要小孩子脾气